歡迎大家回來第二節的動漫戰隊 我們今集繼續跟大家講講漫的代表作之一神兵元旗 不過今節就好在沒有摺燈沒有什麼伊蛙鬼叫 不過剛才你說打給軒哥結果如何 打不打得通 軒哥只是跟他說五順二神成五六 哦 其他事聽從自己想 即是暫時從這些證據去看邪低應該就不算狼狼空吧 應該都真的 我誤會了邪低 可能每人口味不同 邪低其實是因為他140歲80歲以下對他來說都是奈利 即是計算百分之幾的 即是我本人的稅數百分之幾的算是奈利 不是百分之幾的 是差距 差距 即是小過我多少百分之幾的就是奈利 小過我多少年的那些我就當奈利 即是邪低再下去之後阿婆也當奈利 其實你想一下 軒哥現在二十多三十歲 五歲以下差二十五年左右 那邪低是140歲 其實一百歲的人數對他來說其實都是奈利 那個是刀鋒還是什麼 還是仙骨 差不多 那個就對了 然後再配上一個年紀 那些 那些 不是賭鋒 不是賭鋒 好請回來這個節目 即是你們再催一會 節目時間快就完結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這一節先講了這套作品很重要很重要的東西 的兵器 沒錯 說明神兵元旗無由無兵 這套作品本身設定上只有四把神兵 其實是最初黃玉郎寫到明還是怎樣 寫到明 因為他介紹的故事是四把兵器組成的一個故事神話來的 那四把就是天正、虎柏、太虛和天珠 那就是一把劍、一把刀、一把車輪和一把箭 弓箭 即是把箭本身全部都有 那就算你一開始的劇情 虎柏重光他都只是展示了虎柏、太虛和天正 那去到虎柏重光他最主要的幾個標語 就是虎柏重光 天地清和 誰可匹敵、唯獨天正 那四個東西只是提了天正和虎柏 或者一開始失言獸鼠都說我會使太虛 就算你說去到之後只是所謂的十大天神兵 只是一樣一樣的補上去 其實他去了二十期 即是如果你看回逐本去看 阿倫雅其中已經修正為十大天神兵 因為那時候 因為他會受歡迎 一來 而且他想到多了東西 在後面 設定了一把兵器 先畫出來 那十大天神兵 就剛才提過天正虎柏 太虛天珠 還有細雲 是棍來的 一個十方驅滅 就是一個十字架 然後驚邪就是由一把剿 和一把刀合成而成 就是雙頭棍 雷子和電叉 然後還有這個神龍尺 就是一把無封無人的 一個長方形的物體 即是一把外觀有趣的間尺 沒錯 還有手柄 然後還有一把神帽 就是一個琴 琴下面可以彈出一把彈弓刀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有點像 而且還有一把鳳凰 就是斧頭 又組成了十大天神兵 那十大天神兵 他們背後就會跟一位神話人物有關 譬如天正是鋁窩 虎柏就是痴柔 細雲就是羅薩 然後鳳凰就會是大禹 十封血便是福氣士等等等等 而神兵對立的就是有十把魔兵 魔兵就是由天魔擺出來的十顆魔珠而衍生而成 因為天魔擺魔珠 在人間界就是很久之前的事 所以其實經過了這麼多年 有三顆魔珠自行找到材料 和一些負面情緒 即是你找到一些負能樣 就去吸收他們的負能量 就會變成魔兵 再加上一些物料 那就由天魔放了魔珠下來 到汶天他們的時代就有三把 一把就叫做帝恨 就是袖王的雙袖 還有一把叫虛無魔鏡 就是一個鏡頭 功能就是令到你隱身的 沒有用的了 就是在這裡射Laser 放大太陽光說可以射Laser 集中太陽光 放大太陽光 放大太陽光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葵 也是人形兵器來的 這三個就是已經形成了 然後隨著汶天他們的故事的推進 就形成了其他七把魔兵 分別是星宿劫 星獸劫 或者應該叫做 因為配上星獸 就是讀這個音的 星獸劫 救風 他們就是沿天斜堤的配兵 然後有一個叫做裂天破地 就是一個鎚 可以拆開兩件 就是裂天盾和破地鎚 裂天盾和破地鎚 那些東西 然後有一個叫做卑露拳杖 就是一把拳杖 你看到教宗經常拿出來的那些 就是一把這樣的武器 是否可以變 他有兩個形態 變些什麼的可以 他純粹的樣子不同 但是他是放魔法還是怎樣 他純粹都是拿來吐人 但是他另外一個異能 就是可以分離 比如你的兵器 是兩個合成的 可以分離你 甚至他刺在你的心口 就可以把你的心和你的肉體分離 這樣又殺死了你 這個是卑露拳杖 然後有一把東西叫做執念杖 就是一個圓規 我拿那把東西 不要割尺 沒有 有割尺就變了這個PV神 是神龍尺 對呀 PV神已經像 原來是王朝 你沒有割尺 很細念 我叫那個慶祝 不明白 不是吧 大家自己去玩уть w 這跟這個圓規圈 熊你怎麼這樣 你就會沒有一半的力 在圓規圈畫四五個圈 便就可以隨意 這樣而已 那怪尺 應該沒有那 manchmal 如果我跳出個圈 是否就沒有隱enga我 因為他有重力 и patches 你會跟着肘 走路都沒力 腳軟 然後還有一把叫魔王劍 就是鐵心的配兵 然後還有十全魔兵 十全魔兵沒有特色 總之一把刀把十顆魔珠全部放進去 即是十全自己不是一把東西 他吸光了你才行 他其實是最後一次過碎了其他九把 變成最後一把出來 即是他一直是大哥來的 不做的 等你九個小姐搞定了 我吸光你 其實應該算是天魔突然間發覺 拆了分開了就弱了 集合一把應該厲害一點 可能這些都多動漫畫用的 你好像魔凍王那幾個魔象都合在一起就打 那個之前分開 散修修 逐個逐個打 好像帥氣一點 打到最後合在一起就有大哥feel出來才是 這樣吧 神兵就是用我神話做backup 而魔兵的設定就是有異能的 有些控制時間 有些剛才提及過有重力 加這個 即是弱化 找開pad應該明白什麼事了 我選擇就覺得像jojo多一點 都有的 有些例如減慢時間 幻象 甚至說隱形 這些都是比較不像港幻式的武功 日漫感覺重一點 有些像X-Man的 有部分 而且魔兵都是每種都會關聯到一種負面情緒 他最初會說得很明白那種負面情緒是什麼 因為這樣 所以會形成那種魔兵的異能 但是到後來那幾樣都沒有很明確地說是哪一種負面情緒 叫做不好他的故事有十把 出了八把 兩把不見了就被人罵 不要做了那種負面 在漫畫他是這樣做 因為神兵當時很流行出刀劍精品 神兵是出得齊的 魔兵是出不齊齊的 反而魔兵出不齊齊 魔兵是出不齊齊的 我還記得神兵好像 即是沒有什麼box set 一box都買完就沒有這些 神兵就有 我還記得神兵好像還要出不同所謂的變色 其實那時候全部都是這樣出的 他首先會出把四吋 接著出把五點五吋 出把六吋 另外就會有原色 特別顏色 隨便有很多 因為到那裡有不同色 真兵火天魔顏色 然後就會有那時候上網訂有不同的顏色 他又出了很多 接著又出十二吋 又出十八吋 總之又有很多尺寸 買極多是那些兵器 但是魔兵是出不齊齊的 實體的 魔兵人氣差一點嗎 那時候已經是 還有他魔兵人氣不是最大問題 是兵器二朝已經在退了 即是在退了的時候才在報魔兵那一節 所以沒辦法了 而且你想想其實他的設計 我記得他就出到卑露拳杖 因為如果用故事的時序 就遞恨出先的 然後就是邪帝那把星獸劍救風 然後就是無妄 烈天破地那個取 然後出到卑露拳杖 下一把出來已經是虛無魔鏡了 我出發完完形完蛋 有沒有任何特別的東西 即是出一塊鏡子 沒有人買的 即是沒有人買的 即是差了幾個 執念像 魔兵的設計是很多粒珠 是的 都比較難出商品 成本會高一點 手工要漂亮一點 始終要陷十粒珠 而且我覺得銷量最大問題 而且如果你說那一塊鏡子 弄完出來肯定好買的 那當然會出 但那時候好像阿新講 兵器二朝都在退了 你再高成本弄出來摘貨就糟糕了 是的 那變了 你們看完 好像還沒看完 阿蛇和阿大人 阿Wiki都看完 你們看完有沒有特別喜歡哪把神兵 或者哪把魔兵 如果你說神兵一開始 一定是黏油的虎柏 因為他的設計 以及他的故事 都是非常有霸氣的 即是有一條骨在劍裡面 然後看到故事 是他真的抽了 他坐下的老虎那條骨 造成那個魂 再拋進去那把刀裡面 還有每個人的老刀 不是拋進去那把刀 他是直接在尾上抽出來 尾上就變成刀壁 然後裡面的虎骨 簡直是變成那把刀 因為他那隻老虎不是普通的老虎 是叫原兵戰虎 那隻老虎也不知道咬了哪隻二獸 有隻天外二獸 其實是外星人 但是如果大家有看完神兵 還有其他的外轉 前轉 後轉 中轉 即是發覺原來的不是外星人 而是張達明 不是 是駐虎柏這個故事 出現了三四本 是互相有抗殘的 因為他們的設定是很混亂的 這個是當晚的通病 OK 因為其他角色拿到這本虎柏 都特別粗氣 而且特別厲害 虎柏還沒拆過 牛狼拿虎柏都很帥 牛狼拿虎柏也是最帥的 即是沒有了阿虎柏就拜拜 而且握傷它 真的極有個譜 是啊 如果你說神兵的話 另一把我比較喜歡的 就是這個新生的神龍尺 新生神龍尺 是啊 我覺得它打的時候 在一個洞裡噴毒氣去打人 我也覺得OK 還有它的設計 你剛才說你會喜歡舊的那把 因為它是無風的 我可能喜歡一些比較多尖八角 還有一些比較多設計的東西 所以我比較喜歡新生的神龍尺 我自己反而喜歡舊的那把神龍尺 我也是 如果兩把神龍尺比 我喜歡舊的那把 因為我自己會喜歡一把 當時這樣的工具 總是又要利 又要刺手 難得這把東西首先不刺手 因為舊的神龍尺的頭是四方的 變成一個不容易刺人 它已經沒有封你 刀鋒的位置 很少見到兵器會這樣的設計 雖然沒有刀鋒 但它又撇到人 那是有趣的 是 即是一出場 齊口撇到它 齊口撇到它 好像撇五餐肉那麼漂亮 它有劍氣 所以這效很有趣 它還說它撇到它 反而是很傷的 就是平口撇開了它 還有 有時候是想這把神龍尺 有治療功效的 你拿著就不斷回HP 那時候我會想 你拿著這把劍在你的手 一邊打一邊回氣 其實是很爽的 那感覺 它裡面有頭過 雖然它有自動回血 但是它會慢慢減弱 這把東西會用到EN 這把武器會沒有EN 它會慢慢的 還有其實神龍尺如果有看神兵外傳的故事 它一開始療傷 它只是醫人 不醫自己 它醫完人之後 就會將病和傷吸到自己的 有這個 即是有神龍是常百草的設定在裡面 是的 然後因為一些意外 就和盤古的武功結合了 所以才成為了現在我們看到第一把救的神龍尺 即是好像龍珠神龍那樣 去後期緝數 功效越來越厲害 剛剛Vicky提過新生神龍尺 我們都不記得交代 那些神兵是會碎的 被人打碎了 然後那些人就會找回那顆神兵的晶圓 就是重鑄一把神兵出來 那當然去到後期那些神兵 其實就好像椰菜那樣 一刀下去就碎了 你不是夠魔神英雄主那些魔神 會被人打散 打散 而不是新生龍神院那樣 那就理解到 那如果說魔兵那方面 我只是 因為好像新年這樣說 之後出的都比較隨便 所以我還是比較喜歡第一把的敵行 因為它的設計是一把鋸刺刀 也挺帥的 而且角色用起來 它的手柄都好像比較有金屬感和機械感 我覺得有一點 所以它整個角色用出來都比較型 它用火鏡打出來都比較正 其實如果說設定上面 我自己就會覺得太虛蠻有趣的設定 一個車輪 首先是一個車輪 設定上就是跟西城壽樹有關的 挺有趣的 即是說西城壽樹出來 首先那個名字我很好笑 大家知道西城壽樹這個名字 其實是因為日本歌手 他就要西城街 北銘街 西城街 就整個西城壽樹 但他有意在 拿一個太虛蠻 然後西城壽樹 小時候就很聰明 就是太虛蠻回來 每個人都拼不著 他一下子就拍得到 然後又把某些 好像智慧 靈魂的東西吸進去 新年 原來你發覺智力跟E.N是一樣 用了就沒有 吸進去 然後吸進去 然後最後又拿一把太虛蠻上手 然後就全部回去了 沒有全部回去了 好了 好了 即是又不全部回去了 他只是旁白說他英俊了 那一刻是喜歡的 即是西城壽樹 拿著他旁邊四條英俊 就說 今天笑子好像特別英俊了 又型了 皮膚又光滑了 立刻跪去 那一刻挺有趣的 太虛的設計是有趣的 但是我經常覺得 他用的時候很 不知道要怎麼說 不知道要怎麼用 如果你說雙手 就整個一下子批下去 因為他尖鋒在車輪 即是整個車輪 你就要批下去 如果帶他批下去 其實整個車輪四面都是利人 你要想撿回自己 對 如果他是踩的 我覺得又很不方便 會隨時傷到自己 還要是自閹 閹啊 自閹嗎 你在踩的時候 你想當單車 現在單車擠位就是那把太虛 這個時候踩下去是自閹 而且最重要的是 垂直一字斬 和他切腸 大家想回就是 你平時看到那些小丑 踩的單能車 你騎在上面 踩的時候 你插上腳線下去 然後下面是自閹的 不是 是刀來的 有很多把 還轉 那是很危險的 他另外可以放激光 那天早上也會實用一點 其實這個 如果拉遠一點說 近年那次玩一些遊戲 好像Bug Braun那些 裡面那樣拿著車輪在那裡咬人 但是車輪的設計 不是只有這麼多 鋸齒的旁邊 這個 太虛看來很漂亮 但是你會覺得 有些不利用的朋友 坦白說 設計上會是 所以去到新生的太虛 太虛也會碎過 新生的太虛就變了 那條邊是圓的了 即是終於不用切了 它的設定上是很屈的 因為它是用九大行星的引力 來打的 但是新生的太虛是從來沒有打過的 可以跟你說 即是它沒有做過什麼 它除了重鑄了那把太虛 是佔了劇情之外 是完全沒有武器 沒有用過嗎 即是打後沒有 全家裡招材貓 吉祥物 放在那裡 可以這樣 它只是 即是新人秀樹跟她的女兒 一起說 我們一起重鑄 然後兩個人說 我們創一些新招可以 即是算是定情信物 分開 即是它變成兩個Node 分開又說 控在一起就可以引引力 招又厲害 又可以放音波 整個很厲害 但是沒有出來打人 即是你看了十幾二十期 他們兩個人 原來就是練姦夫淫婦劍 那你看摩登如來神像也有 不是 姦夫淫婦劍好像是絕大雙嬌 絕大雙嬌 對 那一邊是王情妾義劍 然後那邊是姦夫淫婦 那你又認姦夫淫婦劍都可以 受不了 即是你那個十幾二十期 會有這種感覺 那阿蛇呢 基本上都被你們說完 最吸引的 你照說 所以我是 反過來是講泰佳 不過我是另一樣的 我覺得其實這件事是很差的 最後我還是覺得 我認同 我覺得泰佳不靈 即是 即是長生生之後 我還沒看到新生 我看他就這樣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是不知道他想怎樣的 我覺得 因為看來看都像是那個年代 比較流行的那些 美國總統踩的那些車 一個輪子拿著輪子 那些想出來的想法 那這件事 就像你所說 打起來又不知道怎樣的 因為攻擊距離又短 而且他的招勁 下下就好像自殺式襲擊 整個人撞過去 或者他拿著放下激光 那這件事我是不是很懂得欣賞 而最大件事是 不單是西城的人 賤而令這把東西很噁心 你看回 應該是皇帝拿的 對 皇帝拿刀很醜 你是不明白 皇帝你好地地 跟別人貼油 真的把劍這麼刺激 打你 拿一個輪子去 插著別人的劍片 擋 對 他說拿來擋 最後贏是因為那個輪子 可以插著別人的刀 對 對 對 那個設定其實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你為什麼會組一個輪子出來 其實廣笑這樣說 會不會索性呢 將他設計到像V高達裡面的輪子 那樣 那一拍那個按鍵 又會有些神力放大 然後西城就要騎在一邊 因為他踏就比較開心 說起太區還有一件事 就是 他其實皇帝用得帥氣一點 因為是當回力鏢的 對 但是西城有時候沒有什麼用過這招 他每次真的當單車踩 對 他沒有丟過出去 真的好像踩單車 那件東西人家原本設計應該是回力鏢 我想是不是這樣想 其實 不是的 他有很多用途 就是又是單車 又是回力鏢 又是激光炮 就是居家旅行 又是盾 必備良弱 那個用途 其實我想過 因為我看到那裡 為什麼他不像 有些血的子 對 因為你再輕綁一點就可以了 Ricky 你有沒有看過神兵外傳 沒有 天才 天才 為什麼呢 因為在神兵外傳 他是拿那些神兵 這十把神兵 畫了一些外傳故事 神兵外傳 太虛的外傳 他是變成做血的子 是真的做了一條鏈 可以飛出去 就是遙遙的 那是合理一點的 這樣會合理 因為他四個尖面 都是有引 那你飛出去做回船的話 那你就會變血的子 可以攻擊力好一點 天才 Ricky簡直是天才 所以泰虛在這裏就比較氣憤差 講泰虛怎麼練成那部分 我是印象深刻的 就是九天玄女都跳下去 那一部分 九天玄女這個是淫婦來的 那是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十方區別都是關他的事 是 他的名字都給了下去 霍國人馬 世雲都關他的事 我記得 世雲 世雲都關他的事 不不不不 世雲不是關他的事 世雲是 阿玉帝的女兒 但是九天玄女還好像有一件 就是十方區別 其實我自己 我喜歡的神兵 是十方區別和世雲 因為十方區別 他本身是一個十字架 然後他每 就是那四條邊 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叫做掛令 就是好像那些導師 拿著那些東西 他四個可以分離 然後當飛表這樣 飛出去又可以組合 而且因為他是代表著智慧 他甚至乎有個異能 就可以創造一個 他叫做大智慧空間 其實做一個密室 困住你 然後在裡面死鬥 因為在這個空間裡面 十方區別 掌管著五行的改變 所以他在五行八卦裡面 你在裡面走每一步 都在他的計算之中 這把東西是挺帥的 他變化的招 因為十方區別 最多都是燕王 他在大智慧空間裡面 用的掛的變化和招 是相比起其他神兵的持有者 是為之多很多的 是啊 他知道十方奇招 是不同的掛長 衍生出來的 是挺有趣的 而世雲純粹 我單純是樣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很喜歡這顆三折棍 他還有三折棍 你本來喜歡三折棍 這個東西 我又不是 但我是很喜歡他這顆東西 而且他這三折棍 他可以扭起來 變成一顆棍 然後插起來 也是三折棍 非常之軟 還有他這個 世雲珠仙棍法 也是非常之強 再加上他的 後期的兵主 就長時間 是大狼殺中中主 所以 他人氣也非常高 題外問問 究竟太虛那時候 怎麼出兵器呢 這個樣子 照樣出 就這樣一塊 就這樣出個輪子 他出過有一個 是左右分開兩解 中間在一起 但是不太特別 但其實有趣 理論上 神兵這套東西 裡面吹的最厲害 就是天精 但是反而 一說出來 大家最喜歡哪一把 沒有人數天精 為什麼呢 我自己 因為天精煩膠 氣氛又少 怎麼煩膠呢 他本身氣氛少 因為他是最強的兵器 再加上他有個 叫做 異能 不是異能的 總之他有個助咒 總之就是會合爆的 所以為什麼南宮 敏天的父親會炸死了 敏天的父親 變了他不可以亂用 而且你一拿了最強的武器 你就是贏了 所以他有很多限制 為什麼我說他煩膠 一開始 敏天只有一個 天精的綠珠 就放在左手上 已經很好打了 到他在後期 拿了一把 天精 終於拿了一把 天精上手了 問出來 短一點的 為什麼這麼短的 原來有些碎片 在一個弧上 綠珠和天精的武劍 就在共鳴 就把碎片剷回來 就變成了一把完整的天精 但是 為什麼好像這麼弱 因為原來天精是指武雙劍的 沒有了一把子劍 很弱 然後找找一下 發覺 原來那個子劍 變成了一個人 然後就要把那個人 才拿到一把子劍回來 然後你弄到最後 才拿到一把完美的天精 就打大佬了 我覺得問天 好像以前的電器店 你或者砌電腦 你去一些黑心的店 就說 我想砌一部電腦 怎麼這麼慢 對呀 你的耳機只有1GB 你想知道 不夠皮 加一條 加了2GB 那就加了 然後加一加 不是 好像我 我的電腦這麼慢 對呀 其實不夠位 再弄一弄一弄一弦 整部電腦都換了 那你弄一大餐東西回來 才有沒有正常電腦用 好像 如果用你的比喻 其實他中間 還要換幾個壞的零件 好像又碎了 又 換了一塊底板回來 為什麼穿不到 對呀 一塊底板燒了 那你又被這個 我不知道 又要問蔡去領悟 劍招 才再教給阿敏天去用 那部電腦 還要個妹妹 幫他換零件回來 都不行 拿一本書回來 教娛樂學電腦 何寶生教砌機 他最慘的問題 你認識到孫耀的位置就掉了 哦 新方式鍵盤 新方式鍵盤 打機即快了 那如果你說 天晶不是設計不好 或者什麼 就好像新年這樣說 他單是出到 完美天晶可以出劍招 是等到差不多百多期之後 我們剛才說的 無論十大天神兵 一些我們比較喜歡的 都是在 好初已經出了 或者已經出到他的效用 所以大家會喜歡他多一點 其實他會不會 表達手法上 如果一改一改 可能說中段 某些位置 可能打中間boss 那時候 文天立了一把東西回來 有一把天晶的 那一把天晶 一把天晶晶再散 就像龍珠那樣 一拼完之後散 又要再找回來 不是每次可以拿著手 不停無限制任用 一用完一次 會再找回來再用 會不會還好多 好過現在隔這麼久才出 未必行 你想一下 因為龍珠的故事 他們真的找龍珠是開頭的時候 或者這樣說 你當作人馬聖衣 用完一次 然後會散開 彈開又不讓聖廁再穿 到某些位置才會出來 變成大家一見那件聖衣 一出來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很開心 現在將天晶變成像那件聖衣 應該這把東西的人氣會再高一點 如果是的話 要用這招 可能在鋪牌上差一點 但問題是 文天已經有一些可以對付到 中級波士的手段 就算六臂用了很久 之後用了一些所謂的第二級神兵 到之後有一陣子又不知為何 拋了一顆魔珠在另一隻手上 右手上又在弄一些東西 所以有一陣子 好像他自己都不用兵器 就比較難去鋪牌 不過又這樣說 剛才我說的那個假設 其實也有個問題 就是如果真的好像這樣說 偶爾才彈出來給勇 那個文天一打機中Boss的時候 好像不夠打的時候 你就會在想 九成九彈把天晶出來 快機出來 當然看了幾把 出來啦 猜到你啦 會有這個東西 是的 變成了有好有不好 另外如果魔兵 其實我是挺喜歡斜地把救鋒 因為聖獸劫都很帥 因為聖獸劫上面有很多齒輪 好像錶一樣有很多齒輪 設計是特別的 但我為什麼喜歡救鋒 因為他是一把刀 但是他一把刀原來是有兩個握法的 他本身好像平時拿著刀柄 你也知道刀柄對長一點 會有一個位置 就橫向跟劍人搏在一起 原來刀柄那個位置 他是可以再握那個位置 當他握那個位置 是另一種用法 即是他握槍那樣 他好像握拐 那些拐 拐就握法 還有救鋒出異能 那一刻是大範圍的恐懼攻擊 令到大家不知道 打的對方是誰 以為是自己最討厭的人 那個場面都挺深刻的 是的 所以我自己是挺喜歡救鋒 這把魔兵 至於其他魔兵 因為我看神兵漫畫 我看他看不到很久 他已經有把電導 什麼驚邪那些東西的計劃 但是看作品內容 這把東西是未出的 驚邪就是在滅邪元王才出 很後的 但是這個是第一部 最頭的幾十期 所以我不是說 其實出了十幾二十期 其實他已經把四大神兵 變成十大天神兵 而且是畫了 應該本身已經有設定 設定好了 設定好了 應該設定好了 看什麼時候出的 那就挺搞笑的 根本《人年》那把衣服是什麼 但是其實他都劇透了 告訴你那個東西是這樣的 漫畫當年 樣子你知無所謂的 但是他什麼時候出場呢 誰拿到他呢 還有其實你看那些神兵出場 是很煩焦的 虎柏一出來拿起他 如果你不夠勁 那他就被他扯光了 你就會死的 世雲也是有這個 天晶出來就是不完美的 又要找綠珠 又要找紫劍 很難麻煩 鳳凰 因為他鳳凰是一隻 你當是一隻鳳凰的翼 就成為了那把斧頭 那他的翼呢 有九片羽毛 就不見了最後那一片 所以只有八片羽毛 又不肯是厲害的 十分驅滅 又不知道有什麼限制 驚邪你拿下去 就會自己觸電 所以他是 夠那麼多限制 搞到那些神兵 你是勒著勒著 不夠勁的 會經常到 這個是他一個特色 所以為什麼前期一些 中波斯角色 可以拿到那把虎拍 而用到呢 是令讀者覺得他真的很厲害 是 因為如果你真的沒有什麼限制 就拿到那些事情 拿上手 就變成高手 那樣 其實是不好看的 是 那你會覺得 有一種屈武器的感覺 你覺得那把東西厲害 你才揹 但好像Ricky那樣說 中波斯拿上手 去操作那把東西 你會覺得是因為這個角色有能力 去拿到這把東西 才可以去砍人 就不是說拿著這把東西 贏硬 那樣東西 是的 那大王你自己喜歡哪幾把呢 哪幾把 我主要真的神龍赤 那我冰那一節 不好意思我還沒看到 我自己 要拿到胸部 那大王你自己看完之後 自己再開一節來講 自己再開一節來講 那冰戲講完 有沒有劇情方面 有沒有什麼劇情 你會很深刻呢 因為阿蛇 我知道 我自己很喜歡那段戲 就是成人禮 就是邪弟 騙阿文塞過去 拿一些神靈幫自己 洗的魔器 變回那一天 我之前說起 你不是很喜歡這段戲 我又不止不喜歡 但那段 整體的劇情 頭和結局是吸引的 例如他變成了人 說回憶那幾天發生什麼事 那些劇情是好看的 但這篇的前面 就是牛郎哥開始入邪 到邪弟又開始復活 那段 我覺得很悶 那段是有少許 邪弟 可能我飛著看有少許 邪弟好像是突然走出來 我看的時候那種感覺 他是突然復活 因為其實 沒什麼原因 神道明那群人 一直都想令他復活 那他們就不知如何解開了 那邪弟就噴出來 好像很突然一下 我看那一節 這節就是我覺得最奇怪 突然走出來 小小的 但是 其實因為他 我自己反而是由邪弟出來開始 我覺得一套神兵就很好看 因為邪弟一出來 他破封印第一句對白 就是獨在異鄉為異客 那你是不明白他做什麼 你一出來唸什麼 你覺得 那原來他這句就是 因為他是一隻 不會死的魔 而他在人間界裡生活 所以他就覺得自己 好像去了異鄉做異鄉那樣 所以他一出來他的目標 已經告訴你 我是要做人 知道你解不解讀到這一句 到底是為什麼的 還有他說自己經歷了百多年 他已經 不想再放天魔那一刻 大家是有一點點震驚的位置 整個正道 講了那麼久 就說 你這個是邪派最高的高手 一定會放天魔 一定會危害江湖 但出來 我不是 我只是想做人 那個反差位是做得不錯的 還有好像一生意這樣說 去到他完成了成人禮 跪在那裡 很內疚地對著文塞哭 我都很深刻的 因為他就是 設定了那麼久 就說 原來我做了人之後 我會感受到這些感情 反而令到他很痛苦 是 這個是非常之特別的 因為你一出來 他無端端變得很瘋狂 跟本身的邪低是差得很遠的 還有那時候 文天龍宗主 就只知道他害了文塞 他就跟他打 那面對著一個瘋狂的邪低 那時候邪低就 迫了把救風出來 因為救風的負能量 就是他的內疚 那所以就是 因為他害了文塞 他就迫了這個出來 那所以 那一段的氣氛 我是覺得很好 還有 很難得地 有一個奸角 就是說你一出來 你覺得他是奸角 他搞那麼多事情 其實我不是要 要搞什麼滅世啊 統治世界啊 毀滅人類 我純粹想做個人 而其實很多時候 那些邪角 一些漫畫的邪角 他追求的人是什麼呢 是長生不老 而他是一個 又長生不老的人 但我不想要 他是顛覆了我們 對一些邪角的看法 而且有些如果真是 好敢漫畫 有一個問題就是 那些奸角出來 你整個人都覺得 為奸而奸 就是好像 他出來說 為什麼 魔王出來 總是說要滅世 那很多人都是 那他 又說不說 被Cank滅世 什麼事 那些人類 就 各個都 戰戰格格 又搞了社會 搞了地球 鬼馬六感火 所以那些人不死亡 所以我滅了一世去 那前面的東西 Cank好像很道理 所以我滅了一世 那其實中間這個 又沒有什麼關聯 那現在他就沒有了 這個問題 就不像剛才說的 為奸而奸 那樣的問題出現 是啊 那他純粹是有 他自己的目標 和追求 那這一點是有趣的 但是其實 比起他成人類 我整套神兵 我最喜歡是刺邪編的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覺得 顛覆著戰編是比較經典 但是我自己是喜歡刺邪編多一點 因為邪帝去到那裡就是 總之所有人給我找一把神龍赤出來 我要救回文才 找不到就整個江湖殺光他 那他們為了 他們就找不到那把神龍赤的了 那他們要做什麼 就是要刺殺這個 原天邪帝 那一開始就是 北冥雪和念蒼生 兩個人走去 這個 舊的天地民主的 的兒子 一起去行刺邪帝 那你會覺得念蒼生先是一個主力 因為北冥雪是花瓶 但是原來 北冥雪是成為了 煉成了萬毒 那他就變成了 用毒去毒邪帝 怎知道邪帝憑著 140年的功力壓低了毒 令到自己的身體適應了毒力之後 就沒事 那毒失敗了 那想著這兩個人會退場 怎知道他舊的天地民主 就用上天下地自尊功 控制自己的兒子 去跟邪帝打 那但是不夠邪帝打 因為你隔著了一重 是遙控的 那弱點 不夠打 被人堵了 然後看著 沒人打到他了 問天就不知道他在哪裡 然後突然出現了一個假的文才 就去叫邪帝 你不要打人 我沒事了 那原來這個文才是假扮的 他走過去的時候 就捅了邪帝一刀 那 然後邪帝其實是瘋了 那 然後 他們一班是完全不夠打 然後敏天又出來跟他打 一直保持著不夠打 打打下 原來敏天知道自己打不贏 他就想用一些特別的方法 封印邪帝 那但是他 扔了一些東西過去封緊 封了一半 邪帝用他140年的功力 精光了他身體上的水分 所以封不了 因為他要封印那個東西 必須要有水 他才會擴張 那他沒有水 那他就只封住那隻手 那他就想著 哎 仆街了 最後一著都失敗了 然後神道文復仇 那幫人突然間又跑出來 又搞事 然後就 找邪帝在那邊打打打 邪帝想著自己的手是無敵的 因為被人封了一半 那樣東西是 除了鳳王這把神兵之外 是沒有東西可以打開的 但是邪帝不知道這件事 任你斬 誰知道就被人斬了他的手 然後邪帝在被人斬他的手的情況下 他發狂 因為他刀劍雙絕 那他發覺我沒有這隻手 真的不能用劍 所以他就硬迫自己的手 貼上來 然後就出了他的第二招絕招 然後就鎖人的兵器 打到飛上天 那一幕是非常深刻的 他出這個叫做燒燒燒燒滅紅茶 的這一招 是我看廣萬 我三大最深刻印象的一個畫面 那整個刺邪片 他包得非常之好 而最後就是 問天是犧牲自己 真的去封印邪帝 邪帝那件事就是 最後我給你封印 但是邪帝最後 被人完全封印的時候 他放下那句就是 你們這麼多人始終打不贏我 你們只能夠封住我 好吧 那其中好像說打得很激 其實還有幾個位置 我都同意阿Sunny那裡很深刻 就是 例如賈文塞刺完他之後 其實邪帝是知道 那個是賈文塞 但是他發了瘋的原因就是 我知道那個是賈 但你為什麼不騙到我最後 我真的想那個是文塞來的 然後他發了瘋 發了狂地殺了那麼多人 但是他都是保持到他那麼厲害 就算被人斬了手 他可以凌空 用功力 穩育了一隻手 再出招 出完招 那隻手可以跌回到他旁邊 那一刻真的好贏 是啊 我很記得那個對白就是 宗師是單刀毒鼻 無敵就是無敵 我是很記得 我覺得他旁白也很贏 所以他這條是錯過核爆的 我真的 反而之後的巔峰絕戰篇 其實打是 因為醞釀了很久這一場 打是打得好看的 但是因為他不是一氣呵成 可能連續三四期是打 而他是除了他們打之外 牛郎和五家層又在旁邊搞一下事 那你覺得反而是令到節奏 有點不夠一氣呵成 這樣 我反而又 因為坦白說 我看了最初的那些其數 我還沒看完一 但如果是說我看前半的劇情 其實前半的劇情 也有很大的劇情 但如果剛才拍攝 沿天斜地 當然可以比下去 反而是虎拍崇崗那一節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特別我挺喜歡虎拍 即是他說搞一頓東西之後 終於把虎拍彈出來了 但你彈出來 很多時候想著這些厲害的 有說明天會不會有機會去拿虎拍 但是你以為主角是不是有新的東西可以換 換完之後又厲害了 可以借下另外幾個人 但是那一刻 出來結果明天跑去睡覺 因為他用完旗之後會睡覺 他跑去睡覺 以後才蠻有趣的 最後就是另外 天地聞那兩個人走去搶那把虎拍 他們搶他 還要是兩個一起拿著那把虎拍 他握著那個病 然後那幾頁就一直看著 你兩個人都拔著那把劍 一個人好像被燒生命力 一個人好像在吸回頭 那一刻其實挺厲害的 我的幕做得不錯 是 那裡閻神和空彥王 但其實他最特別的就是 因為他那時候搶虎拍的時候 說拿到虎拍的人的名字是有個天字的 所以問天是一個 天地民主是一個 嚴神是叫做天尊士 當然有機會 但是其實第一個拿到那把虎拍上手的 是一個叫做絕天璣的KLF 他拿著那把刀殺了幾條人 其實那一刻拿完之後 那一刻拿完之後 那一刻也是有天字 不是 絕天璣那一刻 我簡直不太記得是誰 我看過一頁 我看過一刻是誰 我看過一刻是誰 我看過前幾位好像有你 那樣子 這樣是挺特別的 這個位置 就是他由一個KLF小角色拿到那把刀 然後其他有個天字的人 才再去搶那把刀 而且你是很容易會想一件事 你覺得是汶天拿的 因為你那一刻是主角威能 會拿到厲害的東西回來 但是這樣說 如果你看開 你就會知道汶天不拿 因為那把刀 不是正道 邪牌 那一刻的刀 反而你會想 你會不會被汶天拿到 然後用了有些問題 然後開始入魔 才不用再找另一把 覺得這些厲害的東西 當然是關於主角的事 但是那把東西 就馬上被炎神拿掉了 然後炎神又開始越來越厲害 然後開始打他 其實那一刻挺有趣的 我覺得苦法從光到 到之後最有趣的一個位置 是燕王用了這麼多的心機 去拿苦柏 不是用來當武器 因為最初說 我不是為了這些神兵 我只是用來做鎖匙 拍了孔 因為苦柏就是這個 萬劫之門的鎖匙 萬劫之門上 有一把苦柏的孔 你拍了苦柏就可以推開對門 他為了推開對門 就去見花神 他派了一群男士去搶一把苦柏 就是當鎖匙用 其實這一下是挺特別的 就是你想著 邪道的頭 搶武器 一定是想這樣用 那搶武器 就是當鎖匙用 就是這樣 最後也是一個 為情所困的男人 真男人 只要說都是 如果說到遺情所困 反而我最有印象深刻 全部都不是 剛才你說的那一對 是更加在乎的劇情 我是覺得 以講漫來講 我覺得挺驚喜的 就是 老鼠去找媽媽 那裡 竟然是 其實我覺得那一部分 是我看得最開心的 因為 第一 老鼠明明 又傻傻傻 又掩仔 又膽小餘鼠 然後 後來一起 和敏天 進去那個洞 心羅絕育 然後後來 連隻鷹都走出來 那這幫人 為何要做掩仔 的原因 我就覺得OK 就是想找回媽媽 哦 OK 就是 這段 我覺得這些感情戲 反而我看整個作品 看到這一刻 就是我未看完 要描寫得好像他這麼詳細 這麼理所當然吸引人 我又覺得老鼠那段是最吸引的 竟然是 就是 就是我一直看 我都為老鼠來打 其實 你想想老鼠很差的 他會在挖地洞 在想辦法怎樣幫替天打 不是這個東西 那些人挖地洞 我覺得那些是無敵的 你後來那些 鐵心挖地洞 你那個招就OK 那你看那些主角威能 他肯定能做到 現在你想想是一個小竹 他的小竹 他小竹為了一件事 可以這麼勇 他要是背叛完他的大哥 死硬了 但其實我看 我有點想過 會不會 鼠龍和蛇 會變成 即是蛇 就會變成像文天爺 很漂亮 會不會是那樣 就好像悟空 有時豬龍 誰跟著他 是 這兩個 會不會是這樣的角色 然後就死了 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無奈無奈 他轉頭就死了 我覺得這個角色 如果再猜到 有什麼事情可以玩一下 對 他好像這樣 因為其實你與其 拿著包子頭龍 跟我玩那麼久 我覺得老鼠更好看 包子魔 包子魔 還有那個雙頭怪 對 我就會喜歡老鼠多些 其實心挖住域裡面 那些改造生物 其實都設定上 雖然說 在中國武俠漫話裡面 是比較大的 但其實我覺得他寫性格都OK 作為那些鬼 即是你每一隻東西都有性格 即是好像龜兒放了他們走 就有 然後阿英 攔腰被人斬開了 是 那一段我會覺得 即是鬼鬼 怎樣去努力 不是鬼鬼 一班人去打你 一隻大佬我是死了 但你最後都是幫到主角的 我原本會期待 阿文天和他的劇情多幾 就好像反映到 阿文天這個人 雖然是一個武林高手 即將來是一個民主的人 但是他對著 蛇鼠一窩 都會理會他們 會當是兄弟 我原本會以為他會 鋪這些東西 但又沒有 當然也很快被人滅盡口 老鼠 這裏有點可惜的 但不知道 可能我自己看開講問 我又知道他們 不會有什麼氣氛可熱 預了是這樣收場 預了是慘死 只是死 還是真的找回老鼠 然後歸完田居 即是他既然不會 他不會說廣漫 在這些部分 不會花那麼多崩脈 可以這樣說 是吧 特別你看到他的樣子 那麼壞 是沒什麼機會出來的 你說樣子壞 之後又有多少氣氛 我覺得 有一個比較 我喜歡的故事位 就是這個曼德威 是 暗王 原本 是一個 以線的奸角 但之後 就因為 機緣祭會 應該是 開 遠天邪帝 陣的時候 遇到祖師爺 靈魂 就說 我可以給你功力 但 你就要答應我 你一輩子都要做好事 做好事 原本他 都是說 我傳了功力 我沒所謂 我轉頭就去食女 誰知道傳完功力之後 他發覺自己 我真的做不到壞事 為甚麼 那個祖師爺跟他說 我已經算到你了 我除了傳了功力之外 還傳了百多年的正氣 在你心裏 你以後也做不到壞事了 你以後也做不到壞事了 有些Codward Orange 的Feel 之後他真的作為一個 異善的 幫了敏天 是幫了很多 到最後出預言 去到他真的死了 都很多氣氛 我覺得這個比較有趣 有趣二線角色 是 那不如我又休息一會 回來看看會不會還有甚麼 經典位想說 可以再說 或者有些 對廣漫些少的 清談閒談 待會再聊一下 好 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繼續 動漫戰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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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